三星豆腐跟有油條嗎 因為你在強調豔克菜的時候 豔軟加深度 它會有焦分的效果 你在吃根湯的時候 你這個一進來 它就卡滋卡滋的 就像粥上面一樣 也漂亮 而且那個油香會不會很明顯 這個 我剛才也是這樣切 薑 這個你要切嗎 碰碰一次都是整條 我哪有這樣 黑白肉 它最好還是十斤的 誇張 不要跟我講到這樣 它有蟹 蟹角 蟹角比較好 怎麼會這樣 這樣就變多了 吃起來不要弄 對 我要變成這個前日作業 其實還不少 對啊 沒錯 變多 麵克菜 這樣已經變多了 直接一片一片的 這就變多了 其實這次 不用再這樣嗎 拿那個菜刀這樣翻 那個翻免 什麼是更多嗎 翻免 豆腐糊 這先備料備好 對 我看來這一道 我明天一定要做給我爸爸吃 馬上做 可是要記得99塊 自己做就不用了吧 其實這樣 把這個 等於說價格已經把它收在那裡了 比較好控制對不對 你每次都吃拿鮑魚拿什麼 誰也會做 誰每次拿鮑魚 這個也可以放鮑魚 為什麼不行 可以啊 對啊 那你當然 我都誰每次吃鮑魚 鮑魚 光那個皮就99了 對 然後熱水用它這個 好可愛喔 好啊 其實你沒有拿高湯耶 不用 我再加高湯就超過了 漂亮 也對 真是喔 其實真是名字所欲藏在我心 真的是 真的 那麼不好煮的先煮 所以你們剛剛沒有勾芡的時候 就下豆腐 其實是滿危險的 真的 豆腐應該最會下 因為沒有 因為你 對 應該最會下 對啦 因為你勾好芡以後再下豆腐 那個芡壺會包住豆腐的外表 你的更湯喝起來 豆腐更黃 我們上個月的月底 這個月的月初才講的啊 才講的 就是那個整個濃稠度可以支撐它 不是在裡面滾爛這樣 破掉這樣 而且我又強調它是豔克菜的話 要強調它的生理價值 它其實是先調味耶 調好味道以後 沒有什麼都好搞啊 米酒 米酒 好 那現在這邊讓它滾一下 滾完了以後 我先做勾芡的動作 勾芡可以先勾 蛋花不要下那麼早 最後再下 勾芡先勾 對 可是海鮮怎麼都沒放也沒關係 不會 你勾好芡以後 這邊收緊一點 那麼海鮮撥進來就剛好了 花是怎麼做切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沒關係 因為它滾的時間還有 我們預留它一點點時間 還切兩片喔 切兩片 切這麼細 切 我們就沒有沾芡芡 就用軟絞了 動作芡芡 它也切成這樣 原來餐廳都是這樣做的喔 不是啦 切成長長這樣 好像很多 對啦 這個真的是 你現在說好芡芡以後 把它撥進來 好 熱度高 一下就熟了 一下就熟了嘛 蟹腿肉進來 一撥 好 現在豬肚都在裡面 好 豆腐進來 還帶也沒下去喔 還沒 有沒有 它不容易讓我 對 現在把我起來了 對 它在這個環境保護的時候 它就不會容易破掉 對 我們這樣放的就是酒房提味的 進來 對啊 有菜 有料 有根 大夫妮 我叫你拿酒房 你拿菇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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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毛就不炒毛 好 那現在呢 這個蛋裡面 加一點點的水 你進來以後 它會像雲彩一樣 比較好看 不會說整塊這樣 就變成兩塊這樣 對 對 它這個比較好看 真的 開玩笑 真的 真的就是師傅做的嘛 好 那現在呢 完成了 香油 香油進來 好 我原來是這樣做的喔 它最後它才放那個香菜 三鮮豆腐跟完整 哇 那這個好了以後呢 這個油條 我以為你忘掉了 哦 那麼香菜 哦 這樣擺才漂亮 那你們吃的時候 攪一下就全部熟了 哇 漂亮 那麼最上層呢 再加一點點 胡椒 一點點就好了 嗯 這邊再來一點 好